另外的好处就是几乎啦 其实你连你的Tenant是谁啦 你不用着急了 其实因为我每个月 我还是能够看到他的Rental进账 还有那个Tenancy Agreement 去Protect你的Ride啦 就是应该他真的不要给租金养 你都可以采取等等的法律行动 So Maintaining 的Management Fee 就是Maintain 你的那个Property很低罢了 最多是他租了一两年 搬出去 Reprovage 再租给另外一个人 所以你要Maintain他的时间是非常非常的少 而且你要Maintain的cost也非常非常的少 因为你不需要特地叫人去打扫他的法治 而如果是讲Risk的话 不能到很大的Maintain的Risk 所以他的Risk也会比较小 因为你是by contract一年两年三年这样子出出去 所以你做一单的话 你就是一年sustent 就是一年你都会有Income 所以你不会有这样高的风险去承担的 Rank你要出场的时候呢 例如我hold这个Property 我后了十年 我十年都在赔钱 每个月赔一千块 我赔住了120千 这十年里面 可是Rank你售的时候 可能你买这个Property的时候 会是一个8% 把十年过后 我算了一年3% 大概大概你会看到 Amountable是1.1M的 你卖掉1.1M 没有你扣出所有的Faymo Sentiment全部东西 所以你转手拿到的那个Income 才是你真正LongRank能够拿到的东西 所以如果是讲 住场的话 你也要住这种东西是你的Layout 你不要讲啊 我的Studio是拿来做LongRank的 我们要知道StudioUmit的这个要很 很特定的Area 才知道有没有Demand的 例如你在一试下看 你在Cheraz Gajang Rawang 你有一些Studio 你要卖给谁 那边的人他们是 住Landard比较多 或者是他们住Condor比较大的Size 会比较多 你住Studio有 可是他的Demand会来到 不会这么多 相反的 如果你会去那种 很像KLCC的地方 Studio和宛工是在那个Area 很普遍的一个Layout的话 这样就不要讲 因为你要Target的Market 就是这一堆人 如果你要做Torrent的时候 你会注意的Layout是怎样 如果你能去到三房 四房那个会是更好 你讲讲市场上 或者是能够接受 最搞的Layout 依然还是 两到四房之间 所以如果讲 如果你是LongRank方式 要等YouBit again 这个是你要去搞的一些Layout